逆唐碗讨好美国跟中国闹掰 如今傻眼了 俄专家表示 美国抛弃了这个忠诚的伙伴 打算跟中国合作 从九月份开始 欧洲就出现了能源危机 燃料价格一涨再涨 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 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燃料 欧洲这个冬天将会过得非常难过 在俄罗斯天然气供给量 没有提高的情况下 立陶宛等欧洲国家 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身上 希望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能够缓解能源危机 但是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该国专家亚历山大诺索维奇表示 美国公然抛弃了 他的忠实盟友立陶宛 而选择了中国 只因为中国燃料报价比欧洲更贵 据报道 美国全球风投液化天然气公司 日前与中国石化达成一份 为期二十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协议金额达到了数百亿美元 协议规定 美方每年额外对华出口液 华天然气四百万吨 双方同时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 每年供应一百万吨液化天然气的附加协议 这将使中美间的液化天然气贸易规模 实现翻倍式增长 诺索维奇进一步指出 如果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船抵达亚洲 而不是欧洲 那么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 这就会导致多家欧洲工厂被迫关闭 因为燃料成本太高 诺索维奇还表示 欧洲为了满足美国的需求 而重建了能源市场 并且兴建了很多的基础设施 但是由于中国的液化天然气报价更高 美国打算抛弃 包括立陶宛在内的众多欧洲忠实盟友 过去几天时间里 美国的对华策略一直是打压和遏制 部分欧洲国家紧随美国的脚步 不断地向中国发起挑衅 其中跳得最高的当属立陶宛 甘当美国忠实地打手的立陶宛 屡屡挑衅中国 并且插手台海事务 尽管中方多次小以厉害 但立陶宛方面还是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 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最终召回了驻立陶宛大使 同时让立陶宛召回了驻华大使 在中方反制之后 立陶宛开始卖惨 在欧盟内部寻求支援 同时找到美国 当时美国在口头上给予了立陶宛的支持 让立陶宛感觉到美国这个大哥 似乎真的很不错 然而口惠而实不至的美国 并没有能实质上帮到立陶宛 如今立陶宛遭遇能源危机 美国并没有雪中送炭 而是见死不休 他看着立陶宛缺少燃料 但还是选择中国 不仅如此 中立两国之间的经济等合作 也受到了影响 现在立陶宛很多商户 已经因为商品无法出口到中国 而忧愁不已 你嫌立陶宛商人 不得已不将公司搬到邻国 以方便继续与中国做生意 其实 美国自私自利这件事情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只是立陶宛偏偏没长脑子 坚信他们帮美国对付中国 中国就能高看他们一眼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在美国不仅没给他们什么好处 反而在能源仪式上 还打算抛弃他们 转头跟中国合作 不知道看到这一切 一直对华叫嚣的立陶宛政府 适合感受 诺索维奇通路 为了满足美国夜化天然气的存储 立陶宛当初特意建造了一个终端平台 但这个冬天估计 得空着了 如果得不到从美国过来的夜化天然气 立陶宛这个冬天的情况 会相当的糟糕 立陶宛介于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气候的之间 终迹较长 九月中旬至次年三月中旬温度最低 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为零下四度到七度 在这段时间里 立陶宛需要大量的燃料 不过欧洲国家的天然气库存现在只有77% 是十年来最低水平 而且俄罗斯当前的供气量并不能帮助欧洲国家提高库存 当然 立陶宛等欧洲国家完全是自食其果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 格沃斯杰夫 撰文称 欧洲国家四年前 认为可以利用来自伊朗和中亚的天然气 所以取消了大量与俄罗斯的长期合作 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 现在美国又指望不上 只能再次去求俄罗斯 现在我们国家和立陶宛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 官方民间往来 几乎是全面断绝了 而且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铁路运输线路 也是直接中断了 双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再也没有了消息 这条铁路运输线路 是由我们国家中的中国铁路集团成建的 一直到去年六月才全面接通 允许行车 没想到这才过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就由于立陶宛的挑衅而直接被封禁了 但是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立陶宛的那些外貌商人 进出口商人们 却是实实在在地 享受到了这条铁路运输线 带来的方便与好处 这么一段 他们怎么受得了呢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奖难 目前立陶宛的这些商人们 可以说是愁得头发都白了 眼看着以前大把大把的钞票入账 如今却没了 这谁受得了啊 而且这些立陶宛商人们 却也不能来找中国的麻烦 于是只能把气撒在了立陶宛政府的头上 不断地给立陶宛施压 希望立陶宛可以给我国服个软 认个错 把这条贸易铁路再重新连接起来 人民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富有智慧的 谁都能给他们实际利益 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他们自然也就会拥护谁 而立陶宛为了交上自己 加入美国阵营的投名状 竟然是拿着自己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当筹码去换 那么立陶宛的人民会拥护立陶宛的政府才怪了 面对国内愈演愈烈的乱象 面对立陶宛目前的民怨四起 立陶宛政府终于撑不住了 所以才会出现在了斯凯吉里说的 立陶宛想和我们中国政府交好 但被拒绝的话 谁知道这样不痛不痒 还企图推卸责任的言论 直接被我们的国家给无视了 迫于无奈 斯凯吉里在后续的采访中 才把立陶宛的底牌都给透露了出来 斯凯吉里借用立陶宛总统脑塞达的名义 宣称 脑塞达并不想继续深化两国之间外交局面的复杂性 更不希望两国之间的外交情况影响到其他方面 立陶宛希望能在双方诚恳互利的情况下 可以达成一种友善的外交关系 这两句听起来 总算是还像了那么几分人话 但是立陶宛光这么空口白牙地说 就像是把以前的事情都翻篇了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撤销台湾在立陶宛设立的代办处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为自己以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道歉 这是两国交邦再次正常化的前提 也是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错了教任 挨打要立阵 立陶宛想什么都不付出就抹平两国之间 由立陶宛造成了伤害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算是两个普通人打架 受伤的那个还得要些医疗费呢 但令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出现了 还没等我们找立陶宛要个说法 他的另一个债主就上门了 斯凯吉里是10月10日接受的采访 表达了立陶宛不想继续和中国对抗下去的欲望 表明了立陶宛想恢复正常邦交的外交诉求 但是10月12日 就有两架美国的核轰炸机 横冲直撞地直接飞掠了立陶宛的上空 事后立陶宛一问 美国直接轻飘飘的一句 演习就把立陶宛给打发了 演习 演习什么呢 美国的核轰炸机 飞过了立陶宛上空 这是要演习什么 演习怎么打立陶宛吗 很明显立陶宛想和我们中国恢复邦交的想法 让美国不高兴了 上了美国的贼船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地下去 目前摆在立陶宛面前的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选择和我们恢复邦交 那么就会面临美国的报复 继续站在美国阵营 那和我们中国对抗 那么我们对立陶宛这条铁路运输线就这么断着吧 反正我们中国也是无所谓 十七加一机制没了你 还有另外的十六呢 但是立陶宛的经济可受不了这么拖着 继续拖下去 怕是那些口袋里没钱的人民就要起义了 所以立陶宛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横竖都是意思 成功地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相关信息显示 与美国间达成的液化天然气协议 有助于我国更好利用手中的美元储存 同时 液化天然气作为重要的清洁能源 在发电时产生的室温气体 相较于煤炭而言 降低了50% 这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绿色发展 我国预计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风值 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在全球气候危机愈演愈烈的态势下 我国正在为践行这一承诺 而不断地将政策落实在行动上 从初步大危机中复苏的全球经济 正面临着较长时间的能源寒冬 美国作为能源负极国 却在对寒冬中资源紧缺的欧洲盟国气质不顾 这显示着在美国优先下 美国在号召盟友对华敌对的 天花乱坠的说辞 似乎只是利益二字下 驱动盟友为美国服务的手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